美國國務卿布林肯對47個成員國的聯合國人權理事會發表講話 重新確認華盛頓致力於保護和推動普世人權 國務卿布林肯首次在聯合國的最高人權機構發表講話 他明確表示華盛頓計劃重新全面參與人權理事會的工作 他說為了發揮美國的影響力 美國將會競選人權理事會2022年至2024年任期的理事國的席位 前總統特朗普2018年6月退出了人權理事會 拜登政府2月8日以觀察員身份重返這個機構 布林肯讚揚了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在保護基本自由 以及聚焦緬甸軍人政變等當前危機方面所發揮的作用 不過他批評了理事會在某些問題上的做法 包括他所說的不成比例地聚焦以色列 布林肯承認美國並沒有完美的人權記錄也有改進的空間 他說拜登政府致力於在美國國內外和系統性的種族主義做鬥爭 他說美國再次呼籲俄羅斯政府立即和無條件釋放納瓦爾尼 以及其他數以百計因為行使自己的權利而被錯誤驅押的俄羅斯公民 布林肯說當新疆發生暴行或香港的基本自由遭到破壞的時候 美國將會為普世價值大聲疾呼 美國對緬甸民主的倒退感到震驚 布林肯呼籲人權理事會利用本屆會期支持 應對世界各地令人關注的問題的決議 他說必須要追究敘利亞、北韓、斯里蘭卡 和南蘇丹等人權踐踏者的責任 美國國會一些共和黨領導人對布林肯宣布 美國計劃返回聯合國人權理事會表示失望 參議院外交關係委員會小數黨領袖 李斯參議員在聲明當中說 人權理事會是一個被損壞的機構 它將大部分時間花在欺凌我們的盟友以色列 並且讓中國、古巴、俄羅斯和委內瑞拉 這些最大的人權踐踏者佔據理事會的席位 只有真正的改革才能讓理事會恢復合法性 拜登政府應該快速爭取人權理事會的重大改變 而眾議院外交事務委員會共和黨領袖麥考爾 就在聲明當中說 聯合國人權理事會太多次展現自己的虛偽 它授權給中共、馬杜羅和普京政府 但這些政府犯下的暴行 正是設立人權理事會要對付的問題 但如果我們不在賽場上 我們就不會贏得比賽 我們是需要參與 要聚焦人權理事會的重大改革 特別是清除對以色列的明顯偏見 並且確保這個機構 不再拖延針對新疆維吾爾人的 種族滅絕行為展開調查